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 宇宙有可能是多元的 存在着平行世界 为此近年来欧美日韩都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平行世界的文学和影视作品 譬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豆瓣高分作品 惠星来的那一页 李敏昊的新作 永远的金主和80后的集体记忆 奥特曼等系列 不过仔细算起来 咱们中国古人可是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观念 体现在丧葬制度上就是 誓死如是生 誓亡如是存 也就是说对待死去的亲人 要像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一样 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 演化出了墓葬当中所需要的一切 小到锅碗瓢盆 大到骨仓 卫队 车马 凡是活人有的都必须配齐 便于死者到另一个平行世界继续享用 今天我们就要继续带您了解 厦门本岛发现的唐代墓葬陈元通夫妇墓 一起去感受一下古人很早就流行的平行世界观 陈元通夫妇墓的考古发现 是迄今为止关于厦门历史有明确纪年和年代最早的实物见证 两座墓室都是以特制的墓砖建造的 男主人的墓室规模略大 内部空间通常5.47米 宽2.1到2.18米 高2.1米 人在墓室当中可以随意的直立行走 男主人陈元通墓室的后臂看处摆放了一个大陶仓 为什么墓中要放置装古墓的陶仓呢 当然是为了死者在平行世界有饭吃 不仅如此 还要配齐小银锅铜镜和铁碱等生活用具 除此之外呢 陈元通夫人汪氏的墓室当中呢 还出土了银碗银斩银银银筷 青釉盖冠 白瓷碗等一系列的生活用品 可以说呀过日子的家的事是一样都不能少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边 银器当中最为精美的当属于刘金摩羯文多曲银碗和银冠室 摩羯鱼呢是佛经当中的神兽 形象栩栩如生凶猛异常 传入中国后被赋予了中国的鱼和龙的文化内涵 成为了大唐流行的文室 当然了在当时呢相对偏远的夏门岛 发现了这样的器物也再次的印证了大唐时期中华文明的昌盛和繁荣 瓷器当中的最著名的要属于行窑的白柚碗和长沙窑 鹤绿彩双戏冠 两者都是唐代最高级的瓷器 只有贵族和官宦才有机会使用 可以肯定 他们是随着牧主人生前由江西带到厦门的 即便是到了中后期 人和物能够正常的在省济间流通 这说明大唐王朝的治理能力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这两座唐墓除了考虑到主人的吃穿用度 还特意的安排了照明系统 尽管沉睡地下 男女两主人的墓室壁刊里 都放置了长明灯 清又晚 与活人的生活习惯一模一样 这样文物丰富的大墓在咱们厦门发现 证明了厦门的开发 在九世纪中叶已经具有相当程度了 但是在古代建造两座如此大规模的墓室 好时好利 家里没矿可是建不了 因此那些能够保存至今 且能出土精美文物的古代墓葬 大多都是富豪侠族 免不了让今天的很多社助们羡慕不已 于是很多的穿越小说也就大行其道 不过仔细想一想 平行世界也好 穿越世界也罢 毕竟都不是咱普通人能感受的 回到现实世界 要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 咱们还是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好了各位 咱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厦门宝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